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 伤者正坐在马路中央表情十分痛苦 经过初步检查 他的左侧脚踝存在明显的肿胀 不排除骨折的可能 医生李莉立即开始对伤者进行包扎固定 在伤者的旁边停放着一辆电动自行车 而距离伤者大概三米的位置 停放着一辆黑色轿车 伤者就是电动自行车的车主 那么在此之前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根据黑色轿车车主描述 事发当时 他正准备开车进学校 由于在转弯时视线不好 没有注意到一旁的电动车 这才让伤者受了伤 事发后 他第一时间拨打了120 上车后 伤者表示自己的脚踝疼得也是一点也动不了了 医生李莉只能一边对伤者进行安抚 一边对他做进一步的检查 而当说起之前的遭遇 伤者表示自己这次的遭遇实在是不应该 这次的遭遇实在是不应该 转三三八十八 转三三八十八 有的时候不是说 并不是说 我骑电动车 就快一样 什么问题 对 大概咋个事 咋个转呢 刚才我和这边机动车 到我还贴班走 我就怕那车 这车老下也来 你知道 他老现场 临时打那种转向灯 对 然后你说 谁能 我再慢 我也躲不开他呀 我还赶着往那边躲的 他还赶着往那边滚 这今天就干啥去了 我上班 不是 嗯